哎,挺遗憾,三十多元 这么大只虾,你也没理会是九只虾 外面龙虾也有,一、二十元 我吃过肉丸这一样东西 今天又吃回 跟之前吃到漂亮的那些都是相差无几 肉也够紧实,里面是没有太多看的 这是他们村的分红表 我看了很久还没找到我的名字 如果找到我的名字,我就可以去凌池 好,三十多元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花刀新画 今天我们就来这里半日游 花刀新画市场当然是过瘾 亦是其中一个很过瘾的市场 现在早上10点 老婆第一次来,我第二次来 这里就刺激了,来到花刀 当然是买鸡,因为近清远 鸡鸭鸭鱼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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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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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大塊燒肉、綠鵝 又有豆漿、豆腐花 因為花刀有很多客戒人聚居 所以有很多咸雞 又或者鮮頭看到的豆漿 我們不如進去室內看看 是不是這裡 不是,搞錯 還有水果、椒、龍眼、各種 這個市場很大,我們只走過其中一小部分 在前面就已經是建設路 我們在前面往左轉 再來還有花刀特產 這個水源仔 芥菜水源仔 甜甜圈 即是東奧,兩元半 還有什麼? 一個 還有芝士豬扒包 這個就六元一個 抵食 最重要是剛出路 好熱 這個就是我剛剛新鮮買的豬扒包 多少錢?六元 中間就夾著一件豬扒 當然是那些沒有骨的面子豬扒 但是,多少錢?六元 熱,最重要 肉比麵大 雖然肉品質漂亮不漂亮 當然不是很好 六元而已 老婆決定試試豬扒包 我就繼續吃 有一點點像午餐肉那種感覺 市場邊有美食 就是這個道理 這裡還有蕎麥芝麻餅 不過吃不了那麼多 今天就要吃飯 因為現在已經十點了 因為昨天我們已經買了很多東西 今天應該未必會買 海鮮可能看情況會買一點 因為這裡也有不少的 但是這棟樓在弄 搞到這裡很亂 又有小龍蝦 又有聖子23元 這棟樓大隻的7元 包括4元而已 還有我們看到蝦真便宜 嘗嘗30元而已 有高的 不過呢,很不幸 沒有帶冰 加之昨天也吃過蝦就算了 這一行就是最多水產的地方 還有什麼? 厚肉黑鹽背 又或者大生蠔 2元、3元、7元 種種都有的 原來這裡就是水產街 甚至乎還有生湯鱷魚 跟龍樽路比起來 這裡真是合格得多 南花蟹80元一斤 雖然海鮮是海鮮價 你不能說 這裡特別便宜 但是看到容易出手 大蝦20元一斤 來到這裡買海產 買禽鳥、雞鵝鴨 就真是最好的 唉,挺遺憾 30多元而已 這麼大隻蝦 你別管它就是九字蝦 特別龍蝦也有 1、20元 而且近日又說準備打颱風 然後應該會很熱 但是又不算很熱 這裡算得上叫水舍不通 哇,那些菜全部放在這裡 賣那些人和電動輸行車 走來走去 是的,這個市場是深化最大的市場 都不用怎樣統計了 還有黃沙蝦或大蝦 7元、8元一斤 大沙甲9元 至於這邊就是蔬菜 跟我上次來到比 真是差天共地 上次我來到是工作人 所以不算太熱鬧 還有糯米池 不過過了 8元、石劫龍眼 8元,比較貴 看來龍眼都是回到潑魚 南海賣的 甚至乎還有這些 懂得吃的就吃這些 再來這邊又繼續是賣燒肉的 賣粟米5元3條 本地粟米10元6條 粟米等得可以 這些是5元3條 1元1條 有甚麼不同 有甚麼不同 小條一點 小條一點 小條無所謂 小條無所謂 是的 5元3條都是1元多一點 通常我們買粟米都是不剝皮的 可以耐忍一點 不用剝皮 這裡賣燒豬燒肉真多 粟米對面見到10元3條 那些燒豬檔 一行一行 走幾步又見得到 那我們繼續走 因為今天真的要買的東西不多 而且沒有帶冰 所以都走一走就算了 這些可以留下一次繼續來 旁邊是繼續賣水果 又粟心燒肉 因為旁邊是近清遠 駕車一會就能到達 對面是繼續賣豬肉 如果我沒有搞錯 因為附近還有一個童裝批發的地方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是上網買童裝 就色微了很多 還有菠蘿 西瓜 零五元兩個 又或者大龍眼 沒有寫價錢 或者哈密瓜 對面還有菠蘿蜜 13元兩盒 我記得我上次來都買過菠蘿蜜 我記得上次我好像在 不知前面哪間店買過大樹菠蘿的 還有上次我們去江高 買到那些圓仔 超級好吃 不知這裏找不找得到 做好了煮好了 那些我見過的 現成買回去再慢慢煮 就未見得到 早花都一樣會有蒸包店 蒸包店 我們早餐都是吃這些 我們繼續往右邊這個方向 我記得之前來過這裏 是賣蔬菜 還有乾貨 對面就是賣衣服 基本上我們都看過了 有很多農民 但奈何琴真的買得太多了 昨天買的菜 還有椒 毛豆 絲瓜 生菜 兩元半 花生 全部都是有的 正如我先頭所說 這裏是有同裝批發的店 但是 跟廣州那些差不多 都是逐漸色味 還有雞 蕃茄 薯仔 各種的 這裏我上次走過 這裏好像是可以穿出去 大家看看 蓮這裏是銅裝 這裏有的名字叫淘寶坊 即是說明那些網購 對實體打擊又多麼的大 這裏還有蓮蓬 這些清熱 接下來我們又買個西瓜 夏天當然要吃西瓜 三水小補瓜 兩元一斤 西瓜要夠老才好吃 我們簡單看過就是 因為始終我們剛才的車停了 所以人家的門口不敢停那麼久 都是簡單看過 我們可能轉換場 因為現在只是十點三個字 未有那麼早吃中午飯 我們在附近走的時候 對面還有金譜 因為那裏太少停車位了 然後停在家門口 其實是不對的 然後被人趕了 不要緊 始終都是分為人家 我們是很好吃的 不過我現在所在位置 其實就是筆川 在我左手邊就是筆川 我們來這裏吃中午飯 好 我們進來餐廳這裏 實在組 剛開椅 剛好十一點 他們這裏環境是很大的 和停車場很多 這裏是餐廳的一樓 還有二樓 我們安排了坐一樓 前邊有一位客人 剛剛入席 除了我們以外 就只有這麼多 不得不提的 就是先頭我們坐下的時候 一進來已經看到 又有附近食客 過來這裏打包燒鵝 又來讀餐牌時間 首先一看到就是冬瓜棕 這些我們兩個人 就肯定吃不到 因為這麼大棕 還有懷舊京都骨 哇 很大碟 再來這裏是有很多魚的 例如小 蔥 腩 油 撈 脆 滑 滑 那些字 放在一起 你不是讀出來 真的不知道是有些什麼 再來隔壁就是 軍安蒸豬 但是它不同 軍安蒸豬的那種做法 這個是斬開蒸 不知道 再來就是西嶺雞 希望西嶺雞 應該是燒雞 拿些檸檬夾住 然後下面放一些西嶺汁 我猜應該是這樣 再來當然有燒肉 絲瓜豆泡炒燒肉 還有這個 咸香 梅香鹹魚 肉餅 六十八元一例 又或者果汁之法 五十八 讀多一半不得不提的是 他們這裡最出名的是燒鵝 對 剛才我看到那位叔叔 就是打包燒鵝 我吃了 早兩天吃過燒鵝 今天就不好了 這本餐單應該都是大菜 不是小菜 追追腸 又或者拌鮮油 還有燒鵝汁拌布拉腸粉 這個厲害 因為這裡燒鵝多 後面還有不少 還有兩天 八刀夾閉豬閘 我聽那些食家說 很漂亮的豬閘 要用八刀斬開 不得而之 甚至乎還有美極鵝頭 這麼大盤 五十八元 胡椒焗豬尾 五十八元 還有這個像沙律 真的有趣 這條東西吃 當然這個是小餐牌 其實還有一本很大的餐牌 就是這個了 佳和酒家大餐牌 挺大的門列 它是始創於2005年 在花刀、東莞、惠州三個地方 真是厲害 現在翻出來 海鮮 刺身 感瘦刺身 刺身評判 三百九十八元 這些肯定不是我們吃的 大家看看價錢就是 還有欺凌魚刺身 黑瓜子魚刺身 時隔 這些就跳過不獨 接下来就是魚 白灼、西江、爽鮮 這個好吃 但沒有寫價錢的 可能都是時隔 還有很多一魚多吃的 因為始終可能近北江 不知道是否有關事 所以就有很多這些 比如說焗魚頭 是辣的 瘦魚 瘦肉粥 即是魚片瘦肉粥 魚腸、煎、蛋 都是有的 但為何沒有寫價錢呢 是呀 很奇怪 為何沒有價錢呢 我撿回到後面 這裡開始有價錢 第一 招牌燒鵝 八十八元 我們想吃這個 一來早幾天我才吃過 二來八百元 明顯太多了 燒排骨我就想試 六十八元 是呀 想吃燒排骨 老婆跟我不謀而合 下面還有燒美片本 九十八元 再結果來 魚香煮隔夜釀 羊涼瓜 四十八元 頭菜蒸羊山肉餅 四十八元 這些就是家常小菜 甚至乎 豉油雞 七十元 紅蔥頭 淋鵝三寶 五十八元 是呀 自然有些我周邊的食物 還有這個厲害 叫太空椒炒牛仔肉 牛仔肉 牛仔肉當然知道 太空椒究竟是什麼 不得而知 還有薑蔥撈牛腱 人多些味道 這個厲害 香煎草原牛肉 一百二十八 客家人的地方 聚居比較多的地方 當然會有羊豆腐 又或者煮豆腐 又或者蒸豆腐 這些就慢慢一日度 甚至乎鐵棍淮山 各種都有 還有鷹蒼香煎鷹蒼也有 不過是時價 還有下面這個是煎鱗魚餅 四十二元一例 還想吃什麼 除了剛才的燒排骨 這個 醬香牛仔二十五元一份 老婆選了 不是大 薑蔥撈牛仔 挺好的 後面就是家常小菜 醬油糖煮大腸 這種做法 通常都是JJ煲的 又或者京蔥蒜片爆雪花牛肉 六十八元 這些現請客人就非常大看 我們會點多一味蔬菜 如果人來得夠多 其實如果不是點燒排骨 我會想選擇這個 南乳蒜香肉 做得好吃 這個挺好的 我寧願吃燒排骨 是的 這些回到市區 其實有一間做得不錯 它的菜式真的很創新 秋葵蘿蔔 這是蘿蔔 炒雪花牛肉 挺好的 甚至乎牛仔骨 都是有的 接下來後面就是一些蔬菜類 通常蔬菜類 你會和肉類搭在一起 這些就是我們最愛 最喜歡選擇的 香鯉 這個就是鯉 炒腊肉 這個不讀鯉 在香鯉裡面 就不讀鯉 炒腊肉四十二元 手絲包菜三十八元 野生菌煲三十八元 還有豆角乾五塊 我知道花刀這裡 很多豆角乾都做得不錯 又或者一些養生小炒 海味雜菜煲 再來就是我們選了一個水冬芥菜 在哪裡 我都不太知道 總之我們選了一個水冬芥菜 這個 牛華浸水冬芥菜 三十八元一例 突然間被我們發現了這個特價菜 選一個出來選一個特價菜 這個未必很喜歡 酸菜魚這些 這邊也很適合 銀燒茄子 椎瓜 還有 加羊豆腐 都好 我要這個 你要哪個 山水 符竹蒸箱丸 是吧 好 好 不要牛腱 不要牛腱 你有這個 這個 這個 而且這個下面也有蔬菜 是的 這裡有蔬菜 既然這裡有蔬菜 我們是水冬芥菜 也不必要 我們選了再決定 我們是落寶丹 我們要了大油炸鬼 很厲害 這裡是非常接近北村的 我吃完飯之後 就會帶老婆回北村行 這裡很多人吃筆 剛剛跟落寶丹的部長姐姐 都是吃筆的 前菜送了上來 就是這個牛腱 夠實在 沒有發酵 有些電一下 這個就是什麼也沒有的 我們早餐都沒有吃 不過還是要吃 先頭 都想著在那裡 都不會吃早餐 真的想不到停車 這麼厲害 這麼離譜 我上次去都已經很幸運 讓我哄到停車位 不知道在哪裡 剛好有人走 真是驚險 吃牛腱 味道很好 慢慢吃汁 有肉香的 但真的不要蘸醬油 蘸醬油 蘸醬油 鹹血 香香味 就像北方壓 壓 不是整塊牛腱 做出來 就是壓出來的 燒排骨 又送上來 看看好不好吃 哇 這塊看來好吃 沒有燒骨 我沒有燒骨 我們上星期吃過燒排骨 又吃過燒雞 我想吃燒排骨 燒排骨 表現就不是想好 還是夠夠大 這塊看來是怎樣 首先 它沒有那麼粗 整條骨 這是肉排 肉排 這些部位 不是硬骨 是軟骨 這些部位 不便宜 好吃 有凍凍的 我選了一塊 有肥 又有瘦 又有耳骨 如果喜歡燒骨 這塊也很喜歡 這塊 早前我用燒鵝來做早餐 今天很厲害 燒鵝做早餐 現在回來 花都呢 交通方便了很多 尤其呢 就是 我的村 附近有很多車廠 所以附近的機殿 是做得非常 路也做得漂亮 也好過 剛好回到 花都新華 那裏 很多人的車廠 就是這裏 我們在這個位置 叫營崩大道 與北川路交界 這裏已經是車廠 幾一部份 附近有很多 旅遊景點 比如說大埔禮堂 石頭基礦物園 還有很出名的圓圓道貫 在哪裏 找不到 其實都不要緊 其實在旁邊 再來 最近這裏的地鐵站 花都汽車食地鐵站 如果在這裏 駕車過去是7分鐘 走路都二十多分鐘 就不要考慮 待會我們便會回到這裏 北川行走 附近還有最出名的 當然是圓圓道貫 不過大家要設的 這個道貫 不是公共的 是要收錢的 14元 這個應該是小銅票 讓我看看 看看是否少 不是 成人票14元 又不太貴 14元一位 接著繼續吃 選一塊焦點的 它是有麥芽糖的 這塊很棒 麥芽糖又不算太多 好吃 下面還有幾個花生 這些味道 去到燒臘泡 都不太容易找到 好像這件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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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酒鬼 大家猜不到有多大 真的離譜 這個手提電話 要這樣才能看到 這個是手提電話 都無處安放 打橫 18元其實真的一點都不貴 最後送上來 就是這個特價的蒸箱丸 是有兩道菜的 讓我先吃一道菜 下面呢 是見了一些腐竹的 再來就是肉丸 特價的 23元 先頭那個美女 就把那些肉丸 逐粒分開 最初他們的肉丸 是黏在一起的 應該是手打 至於老婆 就在這裡讚好不絕 那個油炸鬼 他說沒有油 焗的當然是油 怎麼會炸的 焗的 焗的 全都是焗的 現在這種也是焗的 很久都沒有吃過肉丸 這件事 今天又吃了 跟之前吃到漂亮的 都是相差無幾 肉也夠緊實 裡面沒有馬體 沒有芫荽 就真是很純的肉丸 手打就肯定了 你看那些樣子 我們去那些五字茶樓 吃開的那些 就確實有不同 即使它是一個特價的 五字茶樓 其實圍起來 差不多價錢 會大粒一點 這裡是小粒一點 因為它裡面 加入其他配料少 什麼馬體那些都很少 所以肉是很緊實的 回來花刀吃東西 就是共實在的 我也有幾間餐廳 它又 怎麼說 一懷疑不實 就不會有很多花巧的東西 開價也不太好 原來一碟菜 九十多元 很貴的一些 甚至乎一些小餐廳 煲仔飯 都是不錯的 嘩 這麼大條油手 我的手清潔過 我幫你清潔過 看看 裡面挺漂亮的 這個更大條 我們之前去外賓吃過的 都手臂那麼大條 這些就是大腿那麼大條 真的大腿那麼大條 裡面有油的 它肯定是焗出來的 剛才我更正的焗 難得有一件事 我是可以更正的到它 它裡面不會死死實實的 但又不是只有空氣 又不會有很多泡打粉的味道 還有膨脹那些 什麼煩 什麼煮的味道 我來到現在這個時間 11點半 客人也随随随停 Office 這裡切磅 凌脂 當然對現在有很多 哇 看來我們很早 kali 也是好 減少一些 再次走開 都沒有 我是繼續吃起 吃飽以後再大家到附近店 最終我們現在吃飽飽了 收入RLRIM2 interpretations 是155.800百 bucks 大家看看 很多香尼 当然有不少是需要打包的 有些留下今晚吃 通常我们点错都是这样的 点多一点,今晚就继续吃 还有可能拿回去给女儿吃 女儿现在游泳 是很需要体力的 所以要多吃点肉 至于现在我们就回去北村行下 在这里驾车过去七、八分钟左右 就到了,出发 我们吃饱饱了 哇,这个鱼池大 不够回到南海多么大 很多鱼很生眼地放在这里 有九指虾、青蟹 后面又有鱼鱼 将镜头转过来这边才厉害 有靓鸡、烧排骨 大只大只靓烧鵝 真是可以再来的 还有这里是二楼的 就是这里上去二楼 有很多食物 真的很遗憾 没有吃到烧鵝 招牌必吃 我就是早几天吃过东莞的烧鵝 我才学着老婆 不如不要吃烧鵝 其实这里最出名是烧鵝 真是遗憾 好,廢话小刚,我们回北村 我们进来北村里面了 这里有几个祠堂 我们也想看看 我们看到第一个 这个是日久失修 鶴零公尺 一个小朋友坐在门口 很残好旧那种 然后这里 大家都看到了 肯定是很多姓笔的 咦,招牌也是 看看能否找到我的名字 我真的没有见过 那么多姓笔的一次 其实话说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姓氏很少 真真正正 不是我们这房人 即是叫不到 亲戚 八叔公 三叔婆 即是姑姑姐 我只知道三个姓笔的 三个 一个初中同学 一个大学同学 隔离班 老婆很熟 一个大中学的老师 也就是三个而已 在这里看到这么多 基本上 其实全都是我的亲戚 这里姓笔就非常多 你看那块牌上面 全部都是姓笔的 但是看了这么久 都没有什么人 跟我的名字差不多 有个是像我以前老师的名字 都不怕说我 我老师的名字叫不广华 这里找不到 真是很搞笑 为了找一下这个池笔 我们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进到村里面了 我找到这个 不是大宗池 和我们这个姓很有趣 我以前做事 我是不会被人叫我 不经理的 不经理好听 又或者 比如说我们会 开个集团 这样才算了 不示集团 是不可以的 是很搞笑的 但是这个大宗池 它的名字必须要叫 不示大宗池 这里还有个水井 不过没有昨天见到的 这么清 这里见到环境都算好 有很多村屋 不过有个问题 就是始终本地人不是太多 就像我们这些 搬走了 很多都是外地人 他们会租了一些铺面 可能做一些小生意 一些小的加工场 上面可能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通常一些很有历史的村庄里面 都会有一棵大树 这里也不算例外 不过这棵树 算不算大树 都算的 都算的 这里也是有市场的 名字叫北川市场 跟之前曾经说过的 都是一样的 因为中午饮酒 肯定是不示太易闹的 不过它不同 那种外边 很远运过来的货 大多数都是本地村民 在自己店口 门口卖下 这些菜 又或者饼干 这些店铺 又见到有烟丝 跟先头我们新画 看到的市场就不同 这里就 当然没有那么热闹 由于我们今早 在新画市场 那里 很难 这些真的被人抛走 没有买到什么东西 所以老婆现在 决定是买些丝瓜 在前面 就是我们的不示大宗词 在这里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祠堂 还有上边这个很厉害 我爷爷姓不就不用说 我爷爷姓徐 不徐联婚 好像我爷爷爷说 联婚那样 就是威风 赤龙公瓷 这里是 上边那些木 虽然旧 但很有历史 不单如此 里面还可以进入 只不过我们 只是阻止门 先拍照 留下列 这个就是他们村的分红表 我看了很久 还未找到我的名字 如果找到我的名字 我可不可以去靓前面 一早来开兴村 就是这样 当然没有 对吧 就算是他 一队的身份证 你哪里的 虽然你是姓笔 4600元一股 这个像我的名字 它叫做 笔家辉 行过 和大家试试一下 很多观众 尤其在海外 觉得龙眼很贵 在这里 是在上边摘来吃 真的吗 那你上边 难道给谁吃的 对吧 而且老婆在旁边 就发现这里 有棵很古旧的芒果树 是吗 芒果树 几百年那么夸张 肯定有 你看到树豪 挺阔 上面就是 就是龙眼 一粒粒 很满 好了 终于来到不是大宗池 不过不知道能否进入 中任宗池 这里就是 哎呀 关着门 真是遗憾 就是这里 嗯 哦 它这里写着是这样的 来访者请从办公室横门 纵入 多谢合作 看看办公室横门在哪 找办公室横门 其他人不能进入 就有它 尤其是这里最好能进入 其他地方就说街外人 我姓北 应该可以 这个就是这里 只是写着捐款请进 一把大锁 没办法 只来门口 看一看 看一看 在外贸体见 其实都挺宏伟 上面那些屋顶 做得挺漂亮的 古色古香的 上面又有一些壁画 没办法 进不了去 我们都要回去 因为回去路上 我们可能会再买些豆腐花 每次来荷花都 我们都要买豆腐花 今次就不去看面 我们可能在 雅园那里买 一路走一路说 在我们准备来 发现了很漂亮的荷花池 香吗 清香 清香 好像那些炒糯米饭 生炒荷叶饭 那样的味道 糯米鸡 是的 糯米鸡 有些棉棚已经干了 下面还有一些荷花 开了 包着蒸鸡 包着蒸鸡 这个好 对 大家拿回去蒸鸡 好了 我们现在就回去拿车来 看看附近的街景是如何 通常在池堂门口都会有一个大池堂 先头我们看到那个是种荷花 这边是村里面的路 通常村里面都是这么合习 原来车是可以开得到进来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虽然现在很容易 很阴凉 但是很阴凉 这些是新屋来的 这些是新建的屋 也有旧的 好像这些这样 连渠都是那种旧砖 别人的地基很扎实的 很扎实的 现在政府宣传又说 危房又什么 其实就是想拆它 好像这些这样 这个都未算够 前边还有一间更够 旗楼也可以这样 尊木结构 更何况这些村屋更实正 再来在这里 还有很多出租了的物业 刚才我们看到 村民有钱分 究竟这些钱怎样来呢 其实就是村里面租了物业之后 大家收到一块钱 现在是计算 因为要分多少股是固定的 已经计算了 赚了很多 要分回去 一元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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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个齐头数 即是它现在没有田 村里面 没有田 怎样有收入呢 就是只能靠出租物业 每年好景就派多些 好景派多些 差点便派少些 因为没有社保 其实广州的村里 大部分都是没有社保 没有政府养老 就是这样 正如先头所说 他们是没有种地的 只是有少量门口 种少少 自己都自如自乐 就像这些 这个是种什么瓜 种青瓜 丝瓜 这个是什么瓜 再来正如先头所说 有很多外地人在这里租了地方 村里之后 大家看到这些车牌便知道了 大多数都不是本地 清远的 前边佛山南海 或者是顺德 这个是月A的 前边还有很多湖南的车牌 老婆妈跟我说 她说看着这个村子 明天拆了 看都看不到 池塘拆了 其实是这样的 我是姓北 顾知然 但其实都是 跟其他姓氏一样 都是在花都这里 但是在不同的村落 我的祠堂 其实是在施岭那边 我也都问过很多人 不一定是在新华这边 这里叫做九潭 都是差不多 都是在外省移居到来广东 朱基行 是在桥关那边一直传来的 大多数广东人都是这样的 只不过来广东有时候 我们就是宋代 宋代的时候 在江西迁过来 然后又一直去到松花 那个峨头镇 然后又再过来 花都这边 是的 摁了都几百年了 宋朝 甚至上千年了 其实村是比市中心的 骑楼更久历史 嗯 更有久历史 你觉得整个村子拆掉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真的 你眼红人家祖先留下来的祖叶 你有什么都要眼红 我真的 上面这里还有瓦片屋 这里上面就是村屋 正如师傅所说 有些是很旧的 这些肯定不是青潮 顶楼最多都是 青砖最多都是 一百年 这些肯定不是 终于我们又回到路口 刚才我们在这里买丝瓜 我们去拿车 请不吝点赞